抓到过律法的朋友都知道 要是携带特殊技能是可以拿来搏一下的 哟,这不就来活了吗? 我的老baby 找了个涂山雪 结果洗出三技能不带出奇 那么一技能的也行吧 看看两只能不能领悟 好的不错 涂山雪领悟了冥思 就这样两只一盒 最好是两特殊都带上 一技能没用直接扔 深夜1点50分刷了妖王 并且还是在捉鬼的途中 看着没什么人 该不会要包场吧 首先第一只空车 第二只 要是能给点彩果超6啥的也挺不错 第三只 第四只 第五只 第六只 第七只 最终七只 结果连颗超6都不给 好在时间正好来到了两点 看看能找到几只新 首先第一只鬼金羊赵百高 第二只新日马里能 开采速食收获彩果一颗 不错不错 接下来开一波画轴残卷 据说有几率获得一千万 首先第一张给了宝图 第二张太阳石 第三张红玛瑙 第四张宝图 第五张 一万梦幻币 第六张 考古铁铲 使用铁铲获得了蒙尘宝物 开这货还要花费一百体力 结果就给了三千储备金 我也是服了 接着第七张 五万两 第八张空气 没体力了 就先来做一下神器 首先第一个给了两级的宝石 第二个神器转就比较难了 差点翻车 带须弥推就这样 撑不过两回合 好在最后的摇奖还不错 给了大金牙一颗 接下来看看龙龟能出几黄 首先是第一波的召唤 开局一环后还有第二波 两环给些六七十的环 总的来说今天的夜叉就很拉了 反正打了无数的一环全绿 这第二只你可不新绿了啊 开局还是一环 第二波也是一环 俗话说是不过三 这第三只总该三环以上了吧 开局一环 另外都看到这的基本都是铁枝了 别忘了点点赞哦 拜托 最终今天三只两环 说实话很不满意 好在捉鬼挺给力的 首先大鬼算是空车 小鬼很给力 给了两件八十环 一件六零武器 靴字可以鉴定一下 结果是白板 第二轮大小 大鬼依旧空车 小鬼给了剑七十的武器 最终今天辆车的物品质量也不错 好了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